朋友们,你们觉得恐怖电影应不应该把吓人当作首要任务? 当然,我们先达成个共识嘛 搞笑片如果不搞笑,那就太搞笑了 同样嘛,恐怖片如果不恐怖,那么就太恐怖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把吓人当成第一要物的恐怖片,很难得高分嘛 因为高分考验的是整体观感和影片的核心价值 试想一部片子,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回头杀,转角杀 那么当然很难得高分 因为深度不够嘛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样的恐怖片可以得高分 我要为大家盘点国外电影专业评分网站IMDB上评分最高的十部恐怖片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片子算不算吓人 第十位,罗斯玛丽的婴儿 1968年的片子,导演是罗曼·波兰斯基 这部片子的IMDB评分是8.0分 它上映后的第二年就发生了惨无人道的曼森杀人案 第九位,驱魔人 1973年上映,作为一部恐怖片,它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影片 这部电影的台版一名叫做大法师 当时我租过一张驱魔人的DVD,封面就写着大法师这个名字 不论大家觉得吓不吓人,但我本人很喜欢这部片子的 之后我就对驱魔类的电影非常着迷 甚至一度想象将来做一名职业大法师 第八位,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 这部电影年头很早,是1920年的作品 它被称为恐怖电影的先驱 当时正是表现主义盛行的年代 这部片就是代表作之一 什么是表现主义呢?这个问题挺专业的 简单解释就是,如果我们把艺术分为更外的和更内的两个极端 那么表现主义就属于更内的走了心的那种 而且是走得很深,扎心了老铁那种 评分8.1 第七位,《蓝归惊变》 这部影片由两位奥斯卡影后出演 贝蒂·戴维斯和琼·克劳夫 片子上映于1962年 这部片子带来的压抑感是非常优秀的 如果你是一位深度的电影爱好者 关于这部电影的台前幕后故事 你可以更深的了解一下 它的评分是8.1 第六位,《怪形》 1982年电影,导演是约翰·卡彭特 我们现在经常说一个概念叫做克苏鲁 而怪形正是这类片子里的佼佼者 里面关于怪物的某些镜头一定会让你印象深刻 评分8.1 第五位,《蓝象》 而不是蓝祥 注意发音 这是部埃及电影 2014年的,在IMDB的评分达到了8.1 故事讲述一个精神病医生经历了巨大创伤后重新振作起来 发现他的朋友和同事变成了精神病的故事 第四位 一部印度电影叫做《塔巴德》 不是塔妈德 是他爸的 I'm sorry 《塔巴德》 一个有关宗教的恐怖故事 这部电影有8.3的评分 你看你看你看 我就知道你的表情有点困惑了 你想说 雷神啊 这都是什么恐怖片啊 我是个恐怖片爱好者 我怎么没听过呀 的确有些片子在恐怖片里算是偏门了点 但他们的分类的确都是恐怖片 我保证前三位你是听过的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第三位 1979年的《异形》 大名鼎鼎的作品 雷德利斯科特导演 西格尼韦弗主演 《宇宙怪兽千千万》 《异形能干掉一大半》 第二位 1980年的《闪灵》 大名鼎鼎的作品 库布里克导演 杰克尼克尔森主演 一家三口助理店 彼此说声下辈子再见 第一位 究竟谁才是那个恐怖片里 分数最高的影片呢 巧合的是 国内和国外 恐怖片里排名第一的 都是这部影片 来自西区科克 叫做《惊魂记》 这是1960年的影片 不可否认的是 这三部影片 在很多方面都是开创性的 你们是不是也认为 这个片单有点出乎意料了 评论区留下三部 你觉得应该给高分的恐怖电影吧 看看大家想的是否一样